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今天命十一年 亦即是明朝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农曆八月十一日 后今天命韩 鲁尔哈赤逝世 鲁尔哈赤的第八仔黄太极 被其他兄弟拥戴 继承韩位 改年号为天冲 成为后今第二任君主天冲韩 亦即是后世所称的清太宗民皇帝 皇太极继承韩位是后今郭贝勒 各旗旗主分配权力的结果 因此 皇太极继位之后和大贝勒代善 二贝勒阿敏 三贝勒网古以太一齐临朝听证 四个人平起平坐 君国大使由四个人共同商议裁决 四个小贝勒 阿济格 多尔菌 多多 济尔哈朗和其他兄弟子侄阿巴泰 德格雷 杜杜 岳托 石托 撒哈廉 豪格等人都参与君国政务 形成朱贝勒共治国政的局面 以今日的讲话即是集体领导 当然 皇太极之所以得到其他兄弟拥戴 她本身亦有她的优越条件 皇太极的母亲是叶克那拉士 出自海西女真的名门望族 母亲虽然早死 但是皇太极性格坚毅 发奋自强 在众多兄弟之间表现出类拔萃 她自从十几岁开始跟随父亲鲁尔哈赤南征北战 在撒尔湖之战 攻佔遼洋瀋洋战役 攻佛惹人女真等等重要战役之中表现出色 立下显黑公分 皇太极23岁的时候 迎去蒙古科尔森部首领 蒙古斯的女儿做夫人 34岁的时候 又迎去科尔森部首领寨桑的女儿 科尔森部是东部蒙古最强的部落 人口众多 兵力强劲 而且最早跟鲁尔哈赤结盟 科尔森部首领姓博尔济吉特 也即是承吉思汗的家族缝尔紫巾士的另一种译法 皇太极先后娶了两位科尔森部公主 因此成为承吉思汗家族的女婿 受到蒙古人敬重 在这里顺便讲下 第一位科尔森公主后来被专称为孝端皇后 而第二位科尔森公主后来被专称为孝庄皇后 孝庄皇后即是顺治帝的生母 康熙帝的祖母 亦即是传闻之中劝服明朝总督洪盛囚投降的清朝皇妃 亦是传说之中曾经下架多以菌的皇后 无论传说是真是假 这位科尔森公主博尔济吉特士孝庄皇后 对清初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力 说回皇太极 皇太极是在32岁的时候成为正皇期的旗主 后来又成为执政的四大贝勒其中之一 不过有些历史学家认为 鲁尔赫赫亲自统领的 致是正皇和商皇两旗 臨终的时候交给多以菌多多统继承 而皇太极所统领的应该是正白旗 柱英的儿子杜杜所统领的是双白旗 皇太极被拥大继位后将两白旗和两黄旗对调 不过为了避免混淆 对于旗号的调动 在这里不再讨论了 皇太极另外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懂得汉文 他和韓赫后金的汉人关系良好 例如汉人谋事泛民情 和皇太极结交替他出谋策画 鲁尔赫赫在宁远战败奋恨而死 后金国军民人心浮动 正需要一位有才干有魄力的人 领导群伦重建信心 皇太极得到正南旗旗主 网古以太 商南旗旗主阿敏 商王旗旗主杜杜 代善的两个儿子 岳托、薩哈廉等等 有影响力的贝勒勇大 成为后金国天冲寒 立誓和代善、阿敏、 网古以太一齐临朝听政共享权力 启品黑汗 近来八旗的贝勒向朝廷稟报 八旗核下的汉人奴博 经常聚集反叛 杀害长官、逃奔难照 现在事态越来越严重 请黑汗想法子解决 黑汗 那些离堪包衣服太可惡了 他们胆敢背叛我们就要杀 三贝勒 杀人立威不是好办法 何况如果汉人对我国离心 就算将他们杀尽 也无补于事 那黑汗你有什么好办法 对付离堪包衣 这件事 让我再细心考虑 黑汗你想不到办法 就交由我网古以太柱子 三贝勒 你太魯莽了 黑汗 三贝勒 你们无谓争论 以我看来 汉人奴博对我国有疑心 其实是因为富汗 征伐宁愿失利 汉人以为我国已经军力不振 他们又听从宁愿派来的奸细善毒 所以胆敢反叛 如果我们肅称奸细 厌情反叛的首领 汉人奴博就不敢背叛 大贝勒说得有道理 不过 这件事我还要考虑一下 黑汗 这步棋到你走 到我走 到我走 是 黑汗 你满怀心事 敢问微臣可否替黑汗分忧 范先生 最近圣经遼扬各地的汉人 纷纷背叛 很多人投奔南朝 其他贝勒 勸我从严处置 以诛杀立威 范先生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呃 微臣泛民情 啟稟黑汗 无论女真 汉人 都是黑汗你的神文 如果黑汗 能够一体 看待 汉人 自然会 心悦 成福 呃 配给大金的贝勒 和仗士 任意驱使 不单只要替主人 狠田种地 还要缴纳重税 稍有过失 要受严刑责罚 黑汗 如果你身处汉人的境地 市民会不会对大金 心悦成福呢 呃 范先生说得有道理 八旗贝勒 牛鹿压真 对待汉人 也都实在太苛刻 但是 汉人抹为怒皮 是富汗的救济 不可以随便更改 啟稟黑汗 中原古代姓王 懂得恩氏祭义 祖宗救济 如果对国家不利 不妨更改 治国之道 应该以安民养民为本 民心稳定 国家志而昌盛 嗯 说得对 我要和其他贝勒商议 切法安抚汉人 各位贝勒 我已经细心考虑过 我们大金需要安抚汉人 令到他们诚心为国家效力 所以我决定修改律例 将奴博法和徒人法 重新改写 黑汗要修改奴博法和徒人法 修改些什么 两位贝勒 奴博法里面 容许主人随意差遣家内的奴皮 奴皮不得违抗 主人杀死奴皮 亦都可以免罪 奴皮受到虐待 不准申诉 这样做奴皮 即怨在心 强壮的 胆敢挺而走险 杀害主人掌官 逃奔南朝 老弱虎鱼 就会做事疏懒 任由米墨枯死 长此下去 对大金国十分不利 那黑汗打算如何对待尼堪包衣 汉人都是大金的神民 从今之后 我们不再将龟附大金的汉人抹为奴皮 汉人待遇 应该和女真相同 而且要修改奴博法 禁止主人虐待奴皮 如有违犯 应该治罪 我们还要修改徒人法 涂人法里面 严禁汉人逃走 一经发言 立刻处死 法例虽然严苛 但是不能够禁止汉人逃避南朝 反而令到汉人对我们大金离心 所以 我认为应该修改 是这样 怎样修改 是的 怎修改 各位 我们与其以严刑苛法 约束汉人 倒不如任由他们决定去留 汉人投奔南朝 我们不必禁止 但是离开之后 就不准再回来大金 哼 黑汉人 你这样宽容离堪 盛何体统 离堪是我们女真的奴卜 他们必须世世代代为女真效犬马之奴 你纵容离堪 我们八旗贝勒 岂不是威严尽失 以后大金一定会大乱的 三贝勒 无论女真 蒙古 还是汉人 都是我们大金的神文 如果汉人无法自安居乐业 养妻活儿 甚至性命招不保值 他们怎会对大金心热成福呢 三贝勒 你细心想想 大金国内 汉人的数目 比起女真蒙古多出三四倍 而且 所有军粮都是汉人种植 汉人职怨日深 一旦群起反叛 和南朝勾结 那我们大金就内外交困 市民 三贝勒 你又会怎样应付 嗯 不过富汗的救济 我们是不可以更改的 富汗为了方便号令军女 创立法道 是因时制宜 今天国家需要的是 治国安民 祖宗的法道 亦都需要有所更改 我不知道什么叫治国安民 总之女真的权威是不可以有损的 离堪包意 不可以放纵 唉 三贝勒 治理国家就好像烹调食物一样 咸甜酸辣 要调配合当 然后才美味好吃 偏咸偏辣 就难以下烟 大金如果偏重女真蒙古 莫氏汉人 那怎么可以令汉人心悦成福 甘心为我们效力 我不管得这么多 好了好了 黑汗三贝勒 无谓争扎有伤和气 这件事以后再算了 大贝勒 这件事应该交给中贝勒商议 是 是 范先生 纵贝勒终于听从我的劝语 赞成修改奴卜法和徒人法 黑汗 你对汉人慈爱 汉人一定会感恩不尽 以后诚心诚意 为大金效力 那就最好不过了 黑汗 微臣听闻 二贝勒和三贝勒 对黑汗颇有微言 嗯 他们两个只是 顾存女真的权势 不明白治理大金 不单止以武服人 嗯 黑汗明健 黑汗明健 二贝勒和三贝勒 我以后会好好开解 范先生 有一件事 我希望先生你指教 不敢不敢 最近 袁崇焕派派了一个西番喇嘛来圣经 名义上是吊祭富汗 其实 是想刺探我国的虚实 这个喇嘛 名叫流南木座 他劝我和袁崇焕以和 金明两国或清国界 以后互不干犯 先生 你认为怎样 嗯 黑汗 袁崇焕派派人家游说黑汗以和 以微臣看来 他未必有诚意 啊 袁崇焕击我军之后 一定忙于整顿兵马 兼守宁愿 防止我军突袭 事实上 我军要进犯宁愿 也十分困难 所以他派人引有我国以和 然后再作部署 袁崇焕会另有部署? 嗯 宁远城 位于我国西南方 好似一只长臂 伸入圣经福地 对我国威胁极大 嗯 而且我国东面的朝鲜 和南朝世世交好 朝鲜国王 视我国为疑敌 又援助南朝大将毛文龙 侵着我国的沿岸 令我国有后顾之忧 嗯 没错 我国的西面 是蒙古朱暴 蒙古一部分部落 虽然已经归附黑汗 但是 拆哈尔部的林丹汗 是元朝的系 林丹汗 最近频频派侍者去南朝京城 看来 他们有意结盟 与我国为敌 嗯 范先生你说得对 如果南朝 赵线 和蒙古 拆哈尔三国联盟 我国三面受困 那以后要有所作为 就十分艰难了 啊 三面受困 范先生 你认为我应该怎样处置 啟稟黑汗 以微臣泛民情的愚见 黑汗不妨先和袁崇焕港和 哼哼 是 范先生的计划 的确上策 先以和以拖延元崇焕 再臣服朝鲜 然后进逼林丹汗 如果大金能够韓服 赤哈尔部 那南朝长城以外 就任由我八旗兵马辞请中华 到时宁远成山海关 都不可以防害我八旗大军 尽规中原 哈哈哈哈 上策 后金天冲黑汗王太极 听从汉人谋事泛民情等人的意见 防缓对境内汉人的约束 令到后金国的汉人更加安居乐业 愿意为后金政权效力 当然 王太极的做法受到一部分女真贵族的反对 二贝勒阿敏、三贝勒 坚决维持女真贵族的利益和权威 和王太极的旗见日深 發展成为日后的冲突 王太极又开始对朝鲜国施加压力 天冲元年出兵攻打朝鲜 朝鲜国王被迫和后金帝结兄弟之盟 承认王太极是氢寒 接着后金又开始向蒙古 赛哈尔步进逼 先后三次出兵攻伐赛哈尔 赛哈尔首领林丹寒截截败退 后金在王太极领导之下更加轻盛 王太极一谋是泛民情 别字献斗 虎顺人 曾祖父范聪曾经做过明朝兵部尚书 鲁尔哈尔进攻撫顺的时候 撫顺镇将李永芳投降后金 泛民情因此成为后金神文 由于泛民情有学识 而且谋略过人 受到王太极弃重 后来成为清初四大学士之一 中华五千年之天冲黑汗 是由李德能、周伟才、叶世雄、林有荣等联合播演 现在竟已播放完毕 中华五千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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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